观看这个音乐观众们 你们好 我叫谢永云 各位可以叫我黑我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加拿大大工作家跟澳洲大工作家的一些小小经典 在介绍之前呢 先介绍我自己 在出国之前 在台湾的职业是营养师 在台湾医药人员的这个职业 并没有外界向的这么的光鲜亮丽 我当时就觉得想要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想要转换跑道 也觉得也许可以趁年间出国闯闯 所以选择而出国辞职 那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呢 我就开始找相关的大工度假 我一概念并不是只有找加拿大大工度假而已 后来让我决定 申请加拿大大工度假的原因 是因为跳脱亚洲圈 算是欧美地区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加拿大真的很漂亮 然后非常想去看看这个国家 第一次出去大工度假的话 一定会害怕 就有点闯 所以我找了蛮多的加拿大的资讯 不管是台湾的相关代办业航 或者是背包客分享的相关资讯 我去评估他所需要的花费 可以在那边打入多久 以及他的安全性 在那边治安如何 确认自己想要去 我就开始申请了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 加拿大不是这么好申请 因为普遍里面很多人 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大的期望 就想说平常性有就有没有就 那就算了 然后我大概等了三个月 我收到了加拿大政府寄来的申请第二阶段的信 我那时候开金老餐掉下草 我就开始快速的准备第二阶段 因为第二阶段 就是大家可以生气的事情比较短 我就快点弄得弄 把资料都背齐 那同时我也开始找加拿大的工作 其实工作很多地方都有刊登 像是联署 联署上面超多社团都有分享 微博客站也有人分享 或者是上7GG 在加拿大我蛮常用的就是7GG 上面有各种提取 你想要买东西 买东西 或者是你就要找工作 上面通常都有 当然一定是多看都比较 确定这个是安全的 就是才有信心可以过去 刚开始其实有一点疯狂 我直接就找了在荒岛 Yerolife的工作 在加拿大北方的震中间 非常的冷 因为它在北方63度以上 这边的话是极光带会经过的地方 那时候就想说 极光也从来没有看过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既然有这个机会 那就试试看吧 我找的这家公司叫做 Aura Village 它是当地最大 阴影最久的公司 那它是由原住民老板经营的 只是管理阶层的话 全部都是日本人 这间公司 大部分也都是剧本导游 那它们主要的客群也是剧本人 但近几年来华人越来越多 所以它们开始认召中文导游 那其实说真的 到那边工作的时候 不会用到中文 一定还是会有英文 因为你要跟同事们沟通 你要跟可能不是只有中文的客人沟通 那当然跟当地人沟通也少要用英文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害怕 因为我出国前的英文其实没有很好 还蛮懒得 夺译 毕业的时候去考了一个夺译 大概600分左右而已 没想到太多了 就觉得 我就是进圈地去试试看 然后也很幸运的我印证上的 在黄道的话 这个省 因为它是在西北林地 西北林地的实行基本上是以四五小时起跳的 因为我在那边待比较久 所以我还有加薪加到快二十 即小时的话 那Ture Guide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工作 除了带客人看激光以外 我们还要带他去其他的白天的行程 那我在黄道的时候 基本上将近每天都可以看到激光 只能说激光是没有看腻的一天 因为每一天都长得不一样 非常的漂亮 激光的季节主要是如果在八月中开始 然后到隔年的四月第一 照天星去判断什么时候结束 激光导游这个工作算是季节性的工作 我会在中间十月中的时候休息 到十一月初的时候 可以重新下一季的培训 然后十一月中的时候会开始新的激光季 就是客人会开始陆陆续续一直来 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看到激光的月份 就是九月跟三月 但是说真的黄道是真的很冷 在2018年的九月中飞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零度以下 大概到零到负十度左右 在最冷的时候会到零下五十四度 也就是大概一月第二月初的时候 那它其实也是有夏天 黄道夏天只有半段一个月 会落在八月的时候 那时候最高位可以到二十五度 所以其实误差很大 九月过去的时候 基本上夏季的话 我们会有海艇的星辰在白天 那一张图是我刚去的时候 九月中的时候 我带客人去海艇的 是一个月后 十月初的 大概两个礼拜而已 十月初的时候 我带客人去海艇的模样 其实那个温度掉非常快 右边的时候已经是 结冰结霜的状态 所以我们大概十月初之后 就不会再有海艇了 因为其实说真的 走在那个石头上 非常滑 很多客人会滑到 除了这个以外 夏天我们还有看白省的行程 白省是北美特有的野牛 它长得有点可爱 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看得到 那我很幸运的那一天 刚好带客人去的时候 也有看到一些户外行程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户外行程 就是参观Ear Life 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黄高镇的市政府 旁边的一个湖上面拍的照 对那个是湖 已经进洞的湖 这个是我在11月初的时候 所拍的照 那我手上那张证书啊 它是黄高镇的市政府所发的 任何人都可以去拿 你就可以在上面签名 它上面写的是说 你曾经到过 非常天安地冬的国家 在北魏63度以上 后来我在冬季开始的时候 我们冬季的活动 大部分像是口拉雪橇 或者是冰上钓鱼这种 那当然最普遍的就是 大家都在玩雪 躺在雪景里面 做雪天使这些的 导游的工作 白天的话在户外 是会长达四五个小时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火炉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不然这会人死 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 但是你不会觉得像一般 在上班就那种工作的类 因为其实你是边玩边跟客人聊天那些的 等于说你是边玩边工作 并没有觉得说 那种疲惫感很重 其实不会 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你要确保客人的安全性 不能让他们出任何的意外 工作上其实忙碌的时候 最高最高一天 可以到十二十三个小时 这个是基本的 不忙的时候 一天也还是会有八个小时 其实工作时间是真的蛮长的 有这个体验是还蛮不错的 那最冷的时候就像我说的 最冷其实会到零下五十度 那平均气温大概都是零下二三十度 这个是常态 这一天刚好是零下-38度 我从宿舍走到公司 大概我才走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我的脸上已经睫毛啊 眼睛那些都已经全部结霜了 现在看到这些照片都觉得 哇好不可思议哦 我到底是怎么撑过去的 我会觉得说好冷哦 完全好痛苦哦 那些完全不冷 我其实是很enjoy的 后来呢 我没有呆满到四月底我就离开了 我在三月的时候离开黄岛 因为我觉得 打工路加就是只有一年的机会而已 我想要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床床 所以我就选择迟迟迟离开 那我就下一道比较南边的 阿波大圣的卡加利 卡加利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 基本上华人也不少 但是相对来说 像多云多或是温哥华的话 会比较少一点 我在当场找了大概两个礼拜的工作 我有点困难找到 大部分愿意聘请短席工资的人 都是可以工作白工 比较有工作上的保障 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才有医疗保险那些的 虽然说白工的话要缴税 就是每个月要被扣税 基本上加拿大打工路加的人 是可以退税的 我们打工路加的人 在加拿大政府来说 算是抵收入户 我们是可以申请抵收入户的证明 三个月会发放那个津贴 所以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被扣掉太多的薪水 因为我在当场其实找的工作不太顺利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还是一步到观光区 应该是我先去了班福 那我发现那边真的就很像墾丁大街 它就是一整条街 然后满满的商店 然后那边超多超多人了 整条街太多人了 我有点不太能适应 后来我就找到在LUIS的工作 厨房的工作 那因为我在台湾是营养师 其实厨房工作对我来说 算是蛮容易的 所以我也跟我的面试主管说 我在台湾有相关的经验 他的公司就是他这间餐厅里面 从来没有聘请过亚洲人 但是我相信我证明了亚洲人也是很棒的 我一开始职位只是Cook而已 进去没多久 他就把我身成Supervisor 就是校组长 那就是管理我的小小的team 大概三到十个人而已 在阿布塔省时薪也是15块起跳 我在那边的话时薪是16块 在餐厅 因为北美文化吧 就会有小费这个东西 我们是双周零星 那我们就有小费可以拿 小费只能拿到双周的话 可以拿到300到400加币 所以其实这样算下来 薪水也还蛮不错的 一天工作的话 是大概5小时 并不会很长 而且也不会说太长的加班 像你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 Leg Luce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每一天的观光客 到那边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Leg Luce没有什么大型商场 它连那种大卖场都没有 只有小小费的一件杂货点 那从Leg Luce到大卖场 基本上要大概 大巴士的话四五十分钟 但是他们是大块钱 卖回家要16块 从班户到Leg Luce 除了你自己开车以外 在大巴士没有其他的角度工具 那在Leg Luce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 我要到Jasper国家公文的话 比较近 车程大概三个小时 而且沿路有超多超多的经典 或者是hiking的那个点可以去走走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在半路上的其中一个点 虽然它是一个至高点 它可以看到整个地下的风景 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超棒的 这个湖叫做莫眉鲁 它很特别是它一年只会开放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只有夏季的时候它会开放 其他时间它都是封闭的 因为根本进不去 全部都是雪的道路完全不能开 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最棒的排斥处的地方 那边真的好漂亮 我觉得加拿大最美的湖应该是这个 距离Deck Louis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说真的我去了三次梦眠湖 每次早上我都是去排斥处 早上都超多人的 真的是号称十大年镜之一 那在卡加利有一个最盛大的节日就是牛转鞋 它们会像有点像嘉年花那种感觉 然后在那个Stanby公园的时候 它们会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卡加利的活动 这个牛转鞋的活动是维持大概一周的时间 然后它晚上它白天会有表演 晚上会有焰火就是超美的 那雷格路易斯湖以外的 应该在女王的上面就是看到一个就是这张图 那一栋建筑就是雷格路易斯最贵的饭店 那这个湖就是雷格路易斯湖 它其实一年世纪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从城堡看看这个湖面的颜色 跟你走到要没有一条那个hiking步道 走到另外一端回头看城堡的时候 那个湖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那上面是可以划那种独木舟的 基本上我在加拿大我去了蛮多地方的 就是去玩的话去了蛮多地方的 温哥华多人多我都有去 那我最远的地方我去到东边的一个小岛 叫做埃德华王子岛皮以来 如果真的要推荐大城市的话 我会推荐卡加利 因为毕竟人没有那么多 那种拥挤的感觉没有这么强烈 那我非常非常的不推荐温哥华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温哥华的街道环境 卫生环境不是很好 对 然后温哥华基本上话人非常非常非常多 多人多的话基本上就是像台湾的台北市 就是这样子就是大都市 然后很多高楼建筑物 然后街园啊那些很方便这样子 当时的想法是我只会去这一年 所以我就是想尽办法让我不留遗憾的 在加拿大体验出我的生活 但其实中间有个小差距 我现在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我在Lake Louise出帮工作的时候 我的经理又问我要不要留下来 他愿意帮我开工作间帮我 但我拒绝了 我跟我经理说我想要再去下一个国家闯闯 因为我还很年轻 我当时才25岁而已 对 所以现在会觉得有点小遗憾 因为如果当时就在那边的话 我就可以拿到永居的身份了 我现在一直在想办法回去加拿大 也是朝着永居这条路正在努力中 所以只是时间找完问题 我相信我后面的一样的体验 也是给我认真有很棒的出发 我在2019年4月中的时候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之后 我又紧接着申请了澳洲的大公路假 我只在台湾待了整整一个月 我就飞出去了 其实一刚开始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是想要申请纽西兰的大公路假 但因为加拿大网术实在是 在深山里面网术不太好 所以我没有强到纽西兰的大公路假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不然隔壁的澳洲试试看好了 那很多人都听 就是还蛮多人都学澳洲大公路假的 所以基本上澳洲大公路假申请的门槛 等于是没有门槛啦 就是你申请了 基本上就是过 最近快两个礼拜 我就收到了澳洲大公路假的 那个核核签证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 所以我真的一个月 我是在台湾待一个月而已 我就飞出去了 在2019年的11月 我就飞到澳洲了 大概那一个月 我在准备的时候 其实我这一次 比较没有准备太多东西 因为就想说 反正我已经去过加拿大大公路假了 我也有一点经验了 那当然该评估的费用 评估的危险性那些我还是会先评估 那确定OK 我就去了 我这一次就没有去找工作 因为我飞去的时候 第一站是雪梨 那在雪梨 我基本上找不太多工作 我一样秉持的 就是只做合法的工作 我不做黑工 所以在雪梨 基本上还蛮难找得到 不是黑工以外的工作 就是以大公路假的身份来说 那再加上澳洲的 他们的产业 主要是以第一产业为主 服务业并不是这么多人可以去做 应该说服务业他们要的 比较不要短期的 就是好吧 那我就做第一产业农业嘛 所以我就找到了 柴南梅这份工作在阿德雷德 那我就从雪梨直接飞过去了 那这份柴南梅的工作呢 他的薪水是以 就是你的蓝梅重点来算的 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了12个小时 但其实你只拆了3公斤的蓝梅 那你一天就只有15块澳币 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这笔钱 根本就不够我负担我的房租 所以我那时候就只待了两个礼拜 我就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真的太高了 所以我就觉得不行 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 我就去了 我就移动到了摩尔本 很幸运的有一个漏场 他是混入屠宰场 然后在那边的话 如果你是在屠宰场 薪水盤就会比较高 我的实行刚进去的时候是28.65 我记得两个月后有调整过一次薪水 但我忘记我调整后的实行是多少 比较非常多的华人 你会觉得好像只是来到一个大一点的台湾 然后又是充满着华人的感觉 而且这次是还有不同国籍的像中国人香港人的感觉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奇事的感觉 但是我可以很确定是澳洲人并不是这么平淡的看待华人 他们会比较像是像是在台湾我们看待东南亚人的感觉 就会觉得他们是外籍老公 那澳洲人看待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他并不会跟我们计较太多 他甚至是不想管我们 基本上在澳洲只会有华人欺负华人的倾向 其实是很常见的很频繁常见的事情 因为在加拿大基本上我完全没有遇到这种状态 加拿大人也不会欺视华人 他们其实很喜欢文化的交流 就像我在Legvoix的厨房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放音乐 他们也都会说你去放中文歌 我们非常乐意听 氛围其实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在澳洲说真的 我去的第一个月我就有想过要回来台湾了 不要这么快就下定论 应该多给他一点机会 所以我又再多留了一阵子 那后来因为在屠宰场的工作 虽然时薪高 但是工作的危险性也高出很多 我在工作的时候受伤 那因为在澳洲的医疗并没有这么好 而且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伤 公司必须给付我的所有医疗保险的费用 公司也不想要负担太多 所以其实我当时就是我受伤是守的地方 然后我的伤口其实蛮深的 但是他并没有做太多的储 他就只是帮我缝合而已 所以我其实里面的神经是断掉的 那我回来台湾之后 那个以前跟我讲 但是已经触碰了黄金治疗时间 所以我现在的神经就是断掉的 但其实还好 整只手就是麻麻的这样子的感觉 没有太多的影响 其实基本上还可以 它就是一个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如果各位有想要去澳洲大康度假 然后想要做漏场的话 就是自己的安全性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因为我在澳洲 但在时间并不长 所以我去的地方其实也不太多 大部分都在东安的地方 那这个是雪梨跟鱼人 那当然最著名的大洋路的十二十图 这个就是还是有居下 我从阿德雷移动到墨尔本的时候 就是又中间去玩了一下 那也很幸运的又拍到野生的五尾熊 他们真的超可爱的 然后还有隐身的袋鼠 就是远远的看他们就好 很怕被攻击 然后还有会攻击人 主动攻击人的隐身上路的失误 他们常常会主动攻击你 就是有点可怕 然后还有这个蓝色小企鹅 这个是在墨尔本拍的 这个品种的企鹅 他们每天会就是从澳洲游游游游游游游到 接近快到南极的地方 然后去捕捉他们的食物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在傍晚的时候就会回来 然后我其实就是真的在澳洲 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 真的你问我澳洲跟加拿大的话 我绝对会好不容易告诉你 觉得加拿大真的加拿大非常棒 对待我们的与人之间的相处 或者是说工作环境上面 我真的觉得加拿大好很多 比澳洲好很多 然后以经典来说 因为澳洲 而我待在东南的那个地方 比较它的气候都比较接近台湾 所以经典在一些大自然经济上面 当然也会跟台湾比较像 那加拿大的话 当然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的维度非常高 再加上如果是在国家固域里面的话 那个高度也非常高 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 可以看到的自然风景也都不一样 用的评估下来 我大部分都会比较推荐加拿大 大家可以去那边打工赌链 我目前的话 我是正在卡加利的SAT年初 我是在今年的9月入学的 这方面的相关资讯 会在1月8号的讲座的时候告诉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我首页封面的那个IG 可以追踪我 也可以用小盒子视讯我 如果你没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敲锅我都可以 那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病持着 尝试的心态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愿意先去尝试 而不是先拒绝它 有兴趣 那我就会获得一个新的技能 如果没兴趣 那我就算了 拜拜 那也没关系 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损失的 OK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得到这边 我再画得出什么好损失的 你让我就是这样的 我们做什么呢 对答案 好损失的